我們現在在廣州 穿了屁都冷到要命了 我要摔著 很舒服 很涼快 外面是石頭燉 但是這個吹出來有風 冷到要命 等到要務實他講很熱 是菜飯花湯 好煎喔 天氣真的 這個很爽喔 有錢自己 狗肉跟鋪肉 鳳包烤魚 第二天我們去陽朔 Good morning 走散 現在是早上 6點40分 昨天還好有開這個暖氣 不然的話 就有一點冷了 睡覺的時候啊 手冰冰腳冰冰這樣 現在外面蹦幾度 我們出去看看 一趟在那個板上面 阿伯大喊喔 夠病喔 OK 一出來 他的手 都起雞皮喔 全部站起來那個毛 多一秒都不想再帶下去喔 真的 哎呀 快點關門 我換個衣 等下就下去吃飯了 我們要閉閉一下野先 廣州 碗 頭 粥 小心熱 咬炸台,獅子頭,果净中,炒麵,水煮蛋 吃不完,這麼多 拿一點片給你 它比它瘦肉煮淡淡的 油條粥 他們很喜歡油條粥 弄它淋淋這樣 我沒有搭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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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扣了我們 好美麵 在外面很冷,就是你的杯一蓋三氣 然後你直接立刻睡覺 麵 吃菜嗎? 要搭檸檬 慢慢咬啊 沒有要的饅頭 很專業的 反方向了 很漂亮 溫柔的 你呀 辣辣辣辣辣辣 那酱酱好吃啊 一點甜甜甜 會不會很中啊 就很香 糯米味比較香 吃太多了 還有這個 裹上果徑種 沒有人吃 沒有人喜歡吃蔥 你又拍視頻 喂,你上来了,我以为你去哪里 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去黄瑶镇啦 全程三个小时 途中就下车稍微吹一吹风了一下 一下马是前面叫人啊 现在这里来播放的 星空 光子星空 灿烂的梦 以为快乐会永久 想不变星空陪着我 人到像星空一样 我们继续赶路抵达黄瑶镇了 先吃个午饭 哈喽,刚才说刚才我买钱 午餐就是在这家零酒农家庄吃客家菜 菜市看起来就像是出家菜啦 味道还蛮适合我胃口的 但是就是还是一样 是有鱼有肉有菜有蛋的韭菜汤 没什么特别好介绍的 我就随便带过啦 只不过居然让我们在这家餐厅工坊 发现异象哦 这边可以吹那个气 这边可以吹那个气 这样厉害 这边可以吹烟 哪里哪里 哪里再来再来 你看你看 哦有哦有哦有哦 你这样你讲话也是有 你讲话 有哦有有 怎么这里这样冷呢 它气在几度 因为这里很狗啊 它没有地方可以重逢 哦你讲话也是有哦 哈哈哈 对 8度 8度哦 1 2 3 哦哦哦哦 这边就很大了 哪里哪里 你看 哦哦这里很很明显 我按上这边了 这里 再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你走了咯 啊要走了啊 好像快 不要走走走走 现在是 在 黄瑶古镇 所以就是以前 有一 一村人啊应该是 整村人不是姓黄就是姓瑶的 整片地区叫 黄瑶镇 然后这里有一个黄瑶古镇 那导游说叻 以前这里就是 他们以前的人住的地方 应该是古屋 他们现在有钱了咯 买了新屋子咯 现在旧的屋子就abandon咯 不要管它了咯 啊 不容好像说租给 不容做生意的人来 当旅游经典啊 还有什么 要坐巴士上去 越来越冷了咯 是吗 越来越冷了 哇 你顶得顺便吗 我的手 手硬 好硬哦 是啦 你现在是感觉到咯 终于都感觉到咯 现在是感觉到手手麻痹了 哇 还顾两个位吧 有一个 有一个 来 哦 ok ok 嗨 我说你没有拿杯 要在大门口等我们啊 哎呀我上来咯 现在外面是七度还是八度 哎呦穿到这样后呢 我觉得很冷啊 我要跟死 哈哈哈哈 嗨 哎呦我刚死了呢 哼 我真的不想下去 哈哈 现在那时候我感觉啊 就好像 你握着那个冰 握了很久 这棵树好大 这是什么树 夫妻荣 夫妻荣位于东门楼前树林三百多年 看似一棵大树 实则是两棵榕树生长在一起 井井香味的一堆夫妻 东门楼建于清朝初年 青龙二年 1737年重修 全部都是石头打起来的 很结实 真的是好像古镇 很古风的一些建筑物 古代的建筑物 那人说1737年重建 就是说更早之前已经存在了 然后这里的路里都不守很好走 有上有下 所以以前他们就是住在这样的屋子里面 然后现在就住出去 然后拿来做旅游景点 卖东西 哇 这个字 这个字是以前流到现在是吗 以前的草字 我老呗 我也觉得越来越高 你哦 放手放手 现在是因为他们说有潮流啊 寒流 寒流 他们说有寒流 所以 呃 这次呢 广州就特别的冷 不只是广州啊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寒流 我拍哈 哈哈哈 石头路 啊 小心走 小心走 我们要来这里 拍 这个 来 两个看过来 说嗨 嗨 啊 OK好 我们拍一张 一九块的门 可以 拍这个 九条 一条 来动 等一下 一二三 小心不要掉下去啊 啊我掉下去 哈 你要从电视机跑出来也可以的 哈哈哈哈 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哦 其实 《黄瑶谷镇》内 是很多电影和联系剧的取景地之一 经常追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熟啦 其中有两部经典港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啦 就是《茶室故乡农》和《酒室故乡村》 当中以这座桥最好认得啦 分别出现在 《酒室故乡村》第四集21分34秒 和第14集的15分01秒 顺带一提哦 我现在拍摄到这个位置呢 真是演员蛇斯曼曾经蹲过的地方 这一次 哇 啊 河 我都不知道可以写吗 哈哈 那一头有花一朵花一朵 下去看看 这里可以走进去 来 我们来寻宝一下 跌倒一下 撞一下就 外卖了 OK啦 不完啦 好像很危险这样 等下 万一我有个什么 整个团的旅程就完蛋了 是不是 OK 这个是稳的 OK 走回头啦 因为这里左看右看 都不像能 走的路 OK 小心一点啦 哎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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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第二个岛 这个岛 这个岛不用紧 旁边还有石头 等下 这个岛 撞到头 有尖尖这样子 嗯 就直接 头破了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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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蛤 怎么你在等我啊 又跳壳木山又跳那个什么 修盖眼 修盖眼 这个是银币啊,以前用的20块 这个90,这个120 哇,真贵啦 这个20块一个 这个?这个 睡仙龙,刚才有一个夫妻龙,这个睡仙龙 睡觉的样子 这个不是睡觉样子 这个才是睡觉样子 好的,没关系 喝吗? 哦,不了,谢谢 可以免费喝的 没有关系 喜欢喝一点 桂花糖,姜糖 哇,去穿去穿去穿 买一套来试穿 这是煮的,谢谢 我把它拍下来 把它拍下来 然后,我现在把它拍下来 然后我回去把它链隔下来装进去 其实真的是 左船右叉这样子 然后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会 迷路的 所以 导游他们在那一边 他应该是要带我们回去 可是我就是顽皮一点 我就是要走进来 这里想一下 这边 想一下 感觉上 还是不要乱走 等一下真的出不来 全部人在找我 来,我们各位狗肉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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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进来 就是 第一 感受大自然 第二 感受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化 武装剧的风格 然后吸收这些新鲜的空气 再加上刚才还有冒险一下 是不是 还有一个忘记讲 很冷 真的是 TMD 有狗 柴犬 居然是柴犬 哈喽 嗨 吼 可以空运回去 是 好运 哈哈哈哈 ok so 这里就是黄瑶古镇 广州的黄瑶古镇 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的 不过导游说就是 你要走完全不地方哦 要很久 不论要搭半天 那他就带我们去看一些主要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去查看地图 发现黄瑶古镇真的是蛮大的 我们的路线内是从左下方路口这里 踏巴士去到东门楼 随后就这样绕了这么一小圈 但是我们都花了整个小时多才逛完 其实这个是官方网页建议的C路线 A路线一样是从左下方路口出发 只不过是到了时尚龙 这里开始分叉走另外一条路线 然后在龙门街结束 至于B路线 则是在前信广场出发 然后逛到我们刚刚说的左下方路口 少说我们至少有20个经典没有去到 太好了 不然我真的是又快要冻死了 进去体验不错 感受一下古代的建筑物 好像回到保经典时代 那还有什么 你们感受到什么? 大自然 大自然好丑 冷风 冷风好美 so 今天这一集就拍到这样子 so 跟大家说拜拜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 嗨 我手已经要被动脚了 ok 手动脚了不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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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完了